哈喽,大家好,我是Kane 我是毛毛 在上一支影片里面 我们讲述了十位女性被先见后杀的过程 以及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 被驱打成招而无辜入狱的故事 还没有看过影片的朋友 可以点击这里的链接 带我们看世界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 1994年1月15日 韩国中清北道青州警局接到一起报案 有一个两天之前 失踪的年轻女性 她的尸体在一家五金店的仓库里被发现 案情并不复杂 这个受害者的姐夫 也就是当时还是31岁的李春寨 成为了这起杀人案件里最大的嫌疑犯 对 根据韩国时报报导 1月13号 李春寨给他的妻妹打电话 让他来自己的家 劝说之前因为吵架而离家出走的老婆回家 警方在李春寨的家里 找到了受害者的血迹 在审问中 他很快的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李春寨在供词里说 他在妻妹喝的果汁里面放了安眠药 然后趁他迷迷糊糊的时候侮辱了他 最后呢 还用盾气 敲破了他的头 因为有了李春寨的证词和血迹 作为证据 法庭很快就对他下了判决 在一审和二审的时候 李春寨都被判处死刑 然而韩国最高法院在终审的时候认为这一起案件并非处一谋杀 于是又改了判成了无期徒刑 OK 那原本因为杀害自己妻妹而坐牢的李春寨 是怎样成为华城连华杀人案里面的凶手呢 原来在1986年连续杀人之前 韩国警方就曾经因为一起强奸案审问过他 但决定不追究此案 所以他得以逍遥法外 也可能是因为这次的经历让他心存侥幸 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容易被抓 所以才会胆子越来越大 犯下的杀人案也越来越多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很荒谬 因为李春寨说 有一次当警察就划船谋杀案 对他进行问讯的时候 他其实随身就戴着一名受害者的手表 但是居然没有被警方发现 那如今现在已经57岁的李春寨 被访问的时候 他洋洋得意的说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警察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抓到我 我被他们问了很多次 但他们总是问我朋友还有邻居的情况 从来就没有真正怀疑过我 根据警方的说法 在第六起案件发生后 李春寨一度是被认为犯罪嫌疑人的 但是最终因为血刑和脚印不匹配 所以才把他放走 OK 当时警方认为 一犯的血刑可能是B刑 而李春寨的血刑是O刑 其实一直等到2019年 跟随着DNA分析技术的进步 韩国的法医专家终于能够从证据中提取样本 而李春寨可能是想到 反正最后一起案件的诉讼失效 已经在2006年的时候过期了吗 自己不会再面临到任何额外的刑事指控 所以他也很干脆的就承认了 自己就是当年华城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李春寨的母亲金某在接受韩国时报采访时表示 对于儿子被警方只认为华城案嫌疑犯感到震惊 在他母亲的认知里 李春寨是一个很听话的儿子 他童年很普通 青春期也不反叛 他到现在为止 都还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 其实不只他母亲而已 大多数认识李春寨的人呢 也同样的说到 李春寨是一个内向安静的人 他的家庭环境虽然不富裕 但也不错 而曾经一起跟他服兵役的同伴也表示 李春寨在军队的时候 就是表现得很平凡啊 人际关系也不错 性格也不暴力 首尔数字大学前警察专业教授犯罪心理分析师 裴湘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李春寨显示出的是暴力连环杀手的特征 在比你强的人当中保持安静 而在比你弱的人当中显示出过分的暴力 而韩国经济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秀珍 在接受采访时则认为 李春寨的犯罪动机之一 就是追求变态的性满足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呢 这可以从他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年龄从13岁到71岁的都有 而且大部分都有被强奸过的痕迹 特征可以看得出来 而另外一个可能的犯罪动机呢 是妒忌刑 根据连环杀案发生前的连环强奸 及强奸未遂案的警方记录 李春寨曾向被害女性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第二你几个孩子几岁 专家分析从中推断他的犯罪动机 不仅仅是追求性满足 还有想破坏别人的生活的妒忌心 另外呢 李春寨也曾经在调查中透露过 自己在小学的时候 被同向的一个姐姐性情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经历 而扭曲了他的性取向 并导致他长大后 成为一个变态的连续三人犯呢 没人机 好了 今天我们的故事 暂时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分享 更多韩国著名的杀人案件 喜欢看故事的朋友 记得订阅 赞 分享 以及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约定下课视频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